欢迎来到兔子会心 今天我分享一个简单制作兔子零食苹果干的方法 准备一些苹果 将苹果洗干净 滤进水分 将苹果切成薄片 这里有两个办法去除苹果片水分 第一种将切好的薄片放入囊中 放到室外晒干 你看这就是我前一天晾晒的 已经半干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烤箱烤干 首先将苹果薄片放入有油脂的烤盘中 并摆放整齐 将烤箱温度预热为150摄氏度 我这里是300伐摄氏度 温度达到后 直接将装有苹果片的烤盘 放入烤箱中 设置时间为15分钟 然后将苹果片翻面 再烤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是我晒了两天的苹果干 捏一下 已经没有水分了 然后我用小剪刀 就这样剪 把中间的带有盒的部分去除掉 这是我已经完全剪好的 将苹果干装入干净的玻璃瓶中保存 苹果干就做好了 这样制作的苹果干 费心太喜欢吃了 直接把嘴伸到了瓶子里不停地吃 不行不行 不能一次给这么多 赶紧把瓶子拿开 一次只能给几片 这是他的零食 不是主食 只有他在表现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才拿来作为奖励给他吃的 你看他吃得多开心啊 一直不停地在姐姐的手里找吃的 我们家费心太有口福了 这样自己在家制作的兔子零食 既简单又健康 而且兔子还爱吃 最关最关键的是 很省钱 低成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好的 自己在家给兔子制作零食的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谢谢